中文字幕支援 想到我高三吧 期待小魚蛋一般畢業吧 就下去在下面祈求他們 一定要拿下勝利這樣 最深刻就是講話比辨人聽不到 就是可能在場上喊你要做什麼戰術 其實隊友都聽不到 所以就是要更冷靜這樣 高中 高三那一年沒有進 就是遺憾 但我覺得他會再補給我 果然大一的時候就是心裡的跟著球隊 然後也去到滿好的成績 其實很多人打球 可能一生都拿不到冠軍 但是我覺得我很幸運 國中的時候有機會沒有拿到 但是高中的時候我在那邊拿到了 現在大學 最後一年了 前面又走了這麼就是不順 所以我覺得今年就是會特別想要 在小學站再拿一個冠軍 就是希望可以再重回那時候 高中的時候吧 因為那時候就是最後沒有完成 然後就希望大學可以把它完成 可以在那邊開玩笑說就是 因為我國中冠軍賽是對要他 然後我拿冠軍 然後高中換他拿冠軍 然後我說那我們大學一起拿一個冠軍 我會覺得我們又回來了 我會覺得我們又回來了 我覺得我們犧牲實踐 非常值得 我會是比賽到 因為我們 我們那時候訓練真的很辛苦 應該算是努力第一努力的來